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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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好 出发了吗 出发 出发 奖学有请出我们今天的 第一位梦想者 来 有请 笑一笑 开心点 小赵哥 我儿子特别喜欢拍照 每次参加比赛 或者是外出旅游的时候 他都会体现我 我妈妈 你带人家带震灯机 你可千万别忘了 三个小赵哥 三个小赵哥 速简单 走 空水啊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这一首歌唱完了 你看这累的 刚才我看 那个小表情 还特别的可爱呢 自打看了那个红灯之后 马上脸就拉下来了 脸拉得都快 跟王磊老师的脸 差不多长了 你觉得你的表现怎么样 挺好的 挺好的 你看 我们这个选歌多适合呀 小单眼皮 唱的是韩国歌 你知道那些歌词 都什么意思吗 不知道 那谁教你的呀 我妈把那个韩文歌 翻译成中文的教我的 就一句一句叫 你说一遍 可得要扎 那嘎哪哟 大鸡豆包 送我哪哟 哎呦 这大鸡豆包 我送哪哟 哈哈哈哈 妈妈懂韩文吗 不懂 不懂 都是用汉语听音标 哎呦 这妈太了不起了 是 那你那个表情呢 表情跟谁学的 表情自己想的 我看看 你再做几个这种表情 我看看 唱歌这个表情 肯定要干哪干哪哟 把戏都包死我哪哟 哎呦呦 交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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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梦想是什么 我想有一台照相机 啊照相机 照相机家里没有吗 像有一台属于我自己的照相机 只拍我自己 别人谁也不拍 嗯 这两个得 如果你特别喜欢米莉儿姐姐啊 老王哥哥 你跟他们合照的时候 用谁的照相机啊 我的 用你的 嗯 那如果拍王磊老师呢 用什么照相机啊 我的 你给他拍下来干嘛呀 要 留做纪念 怎么个纪念法呢 放在我们家的所有地方 冰箱上 嗯 窗头上 嗯 墙上 哎呦 门上 哎呦 谁照片啊这是 王磊老师的 哈哈哈哈 王磊老师啊 王磊老师 你的照片会出现在他们家床头 马桶上 厕所里 门上 哈哈哈 燕燕燕子姐 哎 哎呦 你 你非要让人家孩子说出来 把我照片摆在床上 然后拿小针扎你才 那是我非要说的吗 那是人家孩子自己说的 架不住你一个劲的在 勾啊 那我是告诉他要大度一点 也不你 王磊老师亮红灯了也无所谓 但是他就要放留作纪念 长大了要留作纪念 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他这种歌舞唱其实是很难的 我个人觉得他这个舞蹈动作非常到位 极具张力 但是他在歌唱这部分稍稍的有一些欠缺 王老师他只有七岁啊 我们不能拿成年人唱歌的标准来衡量孩子 我刚才在打这辆红灯的时候 我也非常矛盾 因为我很喜欢这么具有明星范儿的孩子 而且经过了燕子姐的一番引导和勾引之后呢 我觉得我更害怕的 是他把我的照片贴的到处都是 你知道吗 白琳 王老师更怕的是 万一你把照片挂到墙上 下面再摆俩橘子 跟你说 王磊老师 白琳呢 你知道吗 就是我们过年的时候 在咱们中国有一个风俗 就是要往门上贴两个照片 你见过那个吗 知道吗 不知道 门上贴的那个照片 哪是照片的 门上贴的那个年画 往门上贴的 你们家贴过没 贴过 那叔叔告诉你啊 等到明年你家贴的时候 一定要挑长得好看的叔叔阿姨贴 比方说老王叔叔啊 比方说燕子姐姐啊 你可以贴他们俩的照片 有辟邪的作用哦 就说话了 就是吧 来 宝贝 我们等待王磊老师 看最后能不能把灯亮起 好吗 来 不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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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一 王磊老师你最后的决定是 王磊老师你最后的决定是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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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评委老师 耶 耶 哇 哇 太可美 痛苦的煎熬 在这一刻都是我 光荣的记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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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 啊 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呢我是那个学麦克尔舞的这个年龄最大的 年龄最大的 您您您多大 72岁 72岁 你把眼镜摘了我们看一下来 哎呦 那72岁唱这儿真的 您都72了啊 您是怎么就是想到来模仿迈克尔杰克逊的舞蹈 我就是他迈克尔去世那年我买了他一套碟 超级粉丝啊 32张他那碟 啊花多少钱买的 400多 哎呦那你买的原版碟呢 回家以后完了我就看 看嘛我就他那个舞特别好我就模仿了资格在家就练 练完就练了就上瘾了 练上瘾了 啊一直到现在我就开始学在 得是一个什么样的老人 对啊 还能有这样的心境 嗯 老爷爷我问你一下 平时除了学迈克尔杰克逊 你还有没有其他绝活 我还有那个轮滑迈克 什么什么轮滑迈克 轮滑迈克 穿轮滑做迈克的动作 但是吧服务怎么太全面了 我们期待能给我们绣上一个 可以呀 带轮滑鞋了吗 等一下我继续穿是换上鞋的 哎就带拿出来 工作人员来把轮滑鞋拿上来 在这试着来 觉得大爷穿鞋的动作 哎这这有啊 实拍这是呢 哎那那小心啊 一定小心我我 没事哈 哎呀 还没没有 嗯 公尸 哎呀 啊 好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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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帅了 我觉得你是最炫酷的老爷子了 真的真的是 等灯状龙滑了 我觉得这种创意和整个的魅力 就都凸显出来了 你这次来这梦想是什么呀 我的梦想啊 我的梦想想上金光大道 这个就你问中间的米粒了 能不能等着 我作为金光大道一名选手 然后我觉得我看了这么多星光大道的选手 我觉得您完全够格 好 谢谢 谢谢 完全会你 谢谢 什么叫童心 什么叫不老的精神 什么叫生命的力量 我觉得全在这儿了 前两年儿在看老男孩那部微电影的时候 我被他们喜欢迈克尔杰克逊的这种精神所感动 但今天大呀 72啊 您让我感受到了什么是真正的老男孩 您就是 谢谢 谢谢 恭喜大爷晋级了 恭喜恭喜 恭喜 恭喜大爷 恭喜大爷 小心 叫你学习 我会让世界听见我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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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让世界听见 你伤ats 我会让世界听见人 你导致我在心底里默默的狗话 将世界听见我 看理好所有关于未来的构架 大家不知道 你怎么想知道 我是 我怎么看 你自己厉害 她心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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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我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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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小东 你好 主持人 这又是一个很面熟的人 我在台下回忆了半天 后来跟我们的工作人员确定了一下 没错 真的是很眼熟 没错 可能看过之前的节目的朋友们 应该对我还有一些印象 我就是那个之前 CSD组合当中的一名成员 我记得当时说 让你们放单飞的时候还不肯 然后也很犹豫 最后选择的是集体淘汰 不肯放单飞 是吧 上次比赛之后 根据评委老师给我们的建议 我们队长给我们回去开了一个会 队长特别不舍地做出了这个决定 决定让我们单飞 而且我还知道你的梦想 你的梦想是 希望在将来的梦想演唱会上 有CSD的一个席位 对吗 没错 这群孩子太聪明了 他们是一个一个过来攻 毛新鱼也偷偷过来了 他的梦想就是想让在梦想演唱会上 有CSD的一个席位 我这次的梦想就是 希望能够在梦想演唱会上 为CSD赢得一个席位 这主意谁出的 告诉我 其实这个主意没有人出 而且说实话我来参加这个比赛 队长不知道 我们只是因为心里还放不下CSD 我们觉得虽然我们分开了 但是我们的心还是在一起 真的是 就是青春岁月啊 太美好了 你们之间的这个友谊 太让我们向往了 是的 但是今天你要面对一盏红灯了 罗姐 我来这里为CSD拼搏过了 我觉得我对得起我的CSD 多潇洒 你们觉得他特别像张杰 对 很像张杰 包括你刚才唱的那首歌 是不是就是张杰的歌 对 但是我想可能这就是 王磊老师的一个灭灯的理由 是吗 对 因为我觉得张杰 他不仅仅是一个偶像歌手 他是一个实力唱将 所以就是所有张杰唱过的歌 我觉得在触碰的时候 都要格外小心 你有没有就是说 你觉得很擅长的 然后让你会觉得 充分发挥你的实力 全部实力的这样一首歌曲 我可以唱一首张杰的 看月亮爬上来 是用爵士的风格唱出来的 OK 听一下 好 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 你也在身边想着你的最爱 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 你也在身边想有美好未来 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 你也在身边谁在为谁等待 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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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在身边想想着我 就是谢娑娜在这里 灯也会亮起来了 我觉得你们这个乐队 有你有毛新宇那样的歌手在里边 有梦想的孩子在里边 一定会非常棒的 所以王老师 你最后的决定是什么 给我们你最后的答案吧 倒数计时 五 四 三 二 一 王磊老师 王磊老师 你最后的决定是 恭喜 谢谢 恭喜 谢谢老师 这一盏灯 是留给你们每个人的希望 我来这里被CISD拼搏过 我觉得我对得起我的CISD 相信在年龄中的演唱会上 大家可以看到我 什么时候朝着这个表演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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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发个好梦打断了 那你叫你转场吧 哎 是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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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勇敢了 太勇敢了 我自己也年轻了许多 你们大家都能年轻二十岁 尤其是小燕子姐姐 今天特殊的 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美丽 也不但人美 貌美 而且心更美 哇 燕子姐姐 我们拥抱吧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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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全家都一天不看 一天不落 看民主似的 全场热烈 哎呦 尤其是我们家里那个 你大哥吧 天天导师 你看我们老王家多憨厚 是吗 心里臀部善良 大哥姓王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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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朝山 飞向黄河 飞向大海 岳管渡牧拉马峰 哎呦 飞向整个世界 好 好 哇 我们老王家这大嫂子 我们说半小时都不带打草稿的 是对 真是 这些只凍号都不带句号 是 姚晨洋的话还有一句 嗯 我真的到家了 咱今天你赶快展示一下 好的 是不是都展示什么 我这个 呃 用杨评委大示定吧 评委 那你们说展示啥我都带来了 是 大嫂子 46年的梦 46年我做了100多个梦 这展示大只小的 我要实现我梦想就是 冲上兴奋大道 在北京举行 1万到10万人的 我的委武双全 就是100个梦吧 展示给大家 好 要用三个小时 好像都不够 行行 两个小时肯定不能够 你先把你的残忆拿出来 让评委看了都傻 我算知道了 他这个梦想不局限在星光大道 是指标是北京公体 这家伙事全拿来了 各位评委 做好心理准备 单位评委随便点 这叫超级全套 超级全套 那就先来这个串套吧 各位音响大师你们辛苦了 你还能看这上面的音响呢 我才拍头 我就往下走了 没往上看 那是看你这么多摄像呢 摄像师你们都辛苦了 大家晚上好 你又重起头了 你又重起头了 大嫂了咱开始圈套吧 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超级圈套 来开始 这儿是打游击战了 太聪明了 它相当于杨坤的32场演唱会了 我终于看到了小鸭子姐姐 跟小王老弟弟 大家现在晚上好 压垮了无数男人的肩膀 潇洒送一回 72岁 文华赖克 今天早上刚递的是吧 这些发型了吗 有点乐观 小伙子怎么就这么纠结 对啊 喜欢你没道理 我一共才唱了两个谁人歌 小伙子 好 好 好 下面这个是猜指 三红一大 五过一三不怕 过得一的运动员正五好 过得一的好年年红 三红一大 五过一三不怕 过得一的运动员正五好 过得一的好年年红 好 怎么样 哎哟 我觉得你真是超级圈套 这哪是方法啊 这不是超级圈套 这是超级套圈 这个超级圈套 咱已经完事了 接下来 爹 哪一项 我也觉得大嫂子 你能不能给我们再来个绝活的 小样子妹妹 未来安全体验 你还能甩着我啊 能甩着我 那我是不是离得运动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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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您今天来表演的这些项目 都是做梦梦到的 都是梦到的来的 我做梦梦到 我们家去年 4月15号来的燕子 来两个 去我去我下四个盏 4月15来的 白十五非洲的 又和燕子来了 完了他说 一般好啊 燕子就赢了 我又说今天来不来 今天又来了 又下四个盏 哎呀你这跟燕子太有缘了 那就是 为啥我先给你带你来了 我不是贿赂 明白明白明白 来阿姨 要不想 我来看看 阿姨阿姨 您这个 金口一开 这个好事就来呀 我想问问 您的梦里有过我吗 有过你 因为你姓王 大雅的能少了你吗 有我家里大师的 还没有你吗 你梦见了 我今天要给您亮红灯了吗 哎呀 亮红灯啊 啊 亮红灯呢 这里吧 亮红灯我不要这么天了 我这里要下来 你下来给我展一下 我看到你咋表演 我学一学一 好 我喂 我喂 你咋没得起 你咋不起 哎哟 王老师我和米粒会挺你的 你咋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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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呀 您做的评委席就不能说话了 你现在说话就影响我们这位梦想者的表现了 好吧 好的 这位梦想者 你是从评委席被赶下来的是吗 哎 我想知道 你从那儿再站到这儿 你这感觉怎么样 各位评委老师 我是紧张 我知道啊 就在吉林省的音乐界 王老师当传评委 对啊 音乐考级全都是他当评委 今天你也有这个日子 老王大哥 我觉得你有点落井下石啊 有点这意思是吧 我们这一期节目 新请的一位评委老师 王阿姨 我做梦梦运你了 昨晚上 干啥的 你咋我梦运的 不用拉路 得拿点真格来出来 好好好 来我们掌声给这位梦想者 拿点真格来 啊 准备老师大家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四号梦想者 我叫王雷 给大家唱首歌吧 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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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还唱了两句 恭喜你这位选手 你被淘汰了 我一共才唱了两个谁的灯 你还没唱两句呢 你唱一句半 本来这歌词还少 一共六个字 过来就登全面 表现得非常好 但是我要让你找一下心灵的感应 就是让你换位思想 OK了 还给你亮灯 亮绿灯 谢谢阿姨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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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嗓子太容易翻转了 那我想问一下黄阿姨过瘾了没 过瘾了 过瘾了 过瘾了啊 谢谢一家的小叔给我这个机会 阿姨我非常理解您此刻的感受 我非常理解您此刻的感受 也感谢您对我的这种包容 哎呦 太好了 真的谢谢 谢谢华阿姨 让我们的评委身临其境的 好好感受一下啊 来来来 华阿姨 离开您心爱的评委席吧 我们欢迎王老师的回宾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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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说黄阿姨上场啊 整个现场全部都进入嗨的状态了 对 对吧 其实我特别想说一句 哎呦都站起来了 好 因为终于轮到我说了 哈哈哈 把阿姨上来就hold住全场 哎我觉得 呃真的是 她给我的这种这这种感觉哈 特别棒 就是特别阳光能感觉 她这个年龄 然后有这个心态 然后一直是这么阳光的感觉 我觉得特别的好 是 所以我给她绿灯 哎呦 谢谢 谢谢你这帮子 谢谢 嫂子我不为别的 就为咱们家这个亲戚关系 还有上台之后呢 您叫小燕子姐姐和老王老弟 这个姐弟的称呼 我也给您亮一盏绿灯 谢谢 我们期待着在乐赛的时候 看您还有什么绝活要亮给我们 行不行 行 好 我觉得如果我今天不亮这个灯 天下所有的这个晚辈们 一定会责怪我 你太不尽人情了 所以阿姨祝您永远幸福年轻快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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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阿姨恭喜 谢谢阿姨 你们再帮我一下 哎呀 让世界为我关门 这把你为我掀摇 我的骄傲 你别害怕 看了没错的解放 这是我最开心的一首歌 好像我自己的一样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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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边有山 西边有河 前面有车 前面有车 究竟是谁有山 还是写优荷 就定你这把老熊 都是大道河 春夏秋冬 茫茫茫茫茫 你好 杨吉好 你的梦想是什么 我的梦想其实很简单 现在感觉生活各方面 还算都可以吧 我唯一缺少的就是一辆车 我今天来的目的 就是我想把这台车开走 年终总冠军的梦想大奖 小伙子倒是够直解 我欣赏你这个直率奖 是 我也喜欢 你做什么工作的 开一个美发店 我们今天在上场之前 还跟几位评委老师 在说发型的事 你这样你用专业的眼光 来给我们看一下 场上这几位评委 先说一下老王这个发型怎么样 那我先说一下老王吧 老王 语气助辞千万不要 谢谢 老王吧 语气助辞 我感觉王老师这个发型呢 如果是上面的头发再多一点 然后或者是剪一个造型 会非常的好 他现在这个发型呢 这样看起来 非常本慧一个人 老实人 老实人 以后我改名就叫老实王了 对 老实王 确实很老实 看得很准 可是不是很吻合啊 对 人的代表真的会欺骗别人的 对呀 对呀 怪不得老王大哥 系个这样的头衔 今天早上刚替的是吧 憨厚啊 我这人是由内往外的憨厚啊 他用这个发型欺骗观众 对对对 王磊呢 王磊这发型 我们都觉得这个发型 那我先说一下小王 老实人 谢谢 谢谢 我就替你担心 别加那个语气助辞 对对对 小王老实人 这事我不满意 干嘛到那语气助辞就没了 对对 小王老实人这个发型呢 我感觉非常的丑 时尚 那个 用现在比较时髦这话来说呢 就是这发型嘛 有点嘚瑟 但是我感觉 我就喜欢这时尚劲 是有点能嘚瑟 那个如果说二位老师 要是把你俩的发型 互相对换一下 那么我感觉你俩 一定会大火特火 我了 直接就可以拍一部喜剧了 我觉得 我难以想象 就是我要顶 王老师这个头衔 我得是一个什么感觉 老王大哥 你以为我喜欢你的头衔啊 不是 关键是脑袋形成不一样 就不要强迫我们二位了 既然你这么实诚 既然你这么实诚 我也想实诚一次 好 大哥刚才在你唱歌的时候吧 听得我很 确实是有点闹心 别人唱歌吧是 总是偶尔跑调 然后呢您吧就是 偶尔在调上 所以我觉得可能是 您这个情绪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 是吧 所以我面前这盏灯是红的 不过有机会我一定会去让您给我点好的意见 您不会恨我吧 多谢老师 我多少还有待在调声 我觉得哈 我们做 呃 在唱歌的路上 我们就别卯足 就是一直往下走了 但是我觉得你一定能做一个 理发师当中唱歌唱的最好的 对 对不对 唱歌当中脚头发最棒 对的 好吧 谢谢谢谢 谢谢您的参与 谢谢 谢谢大家 掌声感谢 谢谢 穿过一栋栋的楼房 就到了我家的小平房 外表看起来虽然很薄 在我心中她是小洋房 她是一位好姑娘 她走进了我的身旁 她说今后你就是我老公啊 她说今后你就是我老公啊 再苦再难我们一起看 你说没有前憾那我就等你 这一辈子都在一起 让我为了生活四处奔波 你早也不会选择一起 你说以后我忘不了再联系 找个好人来照顾自己 就算躺避心事寻思放弃 再争吵一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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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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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实话 说实话我还没听动呢 一定得告诉你小伙子出来 赶快从你的歌里出来 为什么 我觉得他已经深深地陷到这歌里了 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 他把这首歌演绎得太至情至深了 我现在本身就住在一个小冰房里 然后每天回家的路上都能看见 就出门很多高楼大厦 然后走啊走 才能到我家的小冰房 我也不知道我家那块熊生 能搬到楼房里面去住 但是我现在 你家是高楼大厦当中的一个小平房 就是 对 那这是你的原创歌曲 是吗 是我的 是我的 我有很多原创歌曲 然后这首歌除了描写我住的地方 还有一些我的情感的寄托 还有一些关于梦想的寄托 我大学学的是油画专业 然后那两部都有像北京什么北漂啊 上漂啊海漂啊 对啊 都有那个梦想 于是我就揣着梦想就去了 我在外面漂了五年 就把所有的路都断了 就我庄雷必须要到北京去漂着 一定要漂出明来 一定要画出好多画来 漂了五年之后 然后什么状况 然后 好像不是很紧如人意 对 身体不太好 就把身体造坏了 然后回来就 等下一直养病了 是不是天天没白没黑的熬啊 我白天基本在睡觉 然后下午四点起来 七点开始画画 画到第二天早上八九点钟 而且我这样的凳子 我都做坏了三个 真的 这样的凳子我做坏了三个 那 那我们能看见你的画吗 好期待啊 对啊 就说了这么多 刚才我们听了歌了 就还想看看画 画哪来了吗今天 哪来了 在后边 哇 我请我们工作人员 这个是我在 2012年3月份画的 名字叫 当我想你的时候 请跟我走吧 这 我是觉得这个名字好 应该这个画 好 好 好奇怪啊 这两个的融合 是爱情故事吗 是爱情故事 我主要表达就是 这边有个牡丹 花开富贵的时候 是就是现在 另一半也所追求的那个东西 它本身就是很好 然后我把我自己比着成一根 就是不怎么爱打断 就是相比之下 这个稍微画得粗糙一点 然后背个小 比较邋遢的 对 背个小兜子 就是要远行了 要走了 说亲爱的我要走了 你可不可以跟我一起去同感共苦 共奔幸福的生活 一次就画了这样的画 哎哟 那你到底你的梦想是什么 我的梦想是找一个能帮我 代理我的有画的伯乐 因为我的画很少人知道 我想我真的很能画 我的脑子里有很多东西 但是我画了好多张 都换不来经济上的改善 所以我现在在卖场卖手机 现在做什么 卖电话 卖手机 对 怎么会这么善啊 对啊你在哪儿 在万达广场一楼 万达广场一楼 对 我是觉得他 这个小伙子怎么就这么纠结 对啊 难道不卖手机的歌手 就不是一个好画家吗 我觉得这话 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说了 我觉得今天走到这个舞台上 其实就是这个机会的开始 对 还有我想说的是 张蕾 我想你会知道樊高 你会知道很多很多的画家 其实我觉得对于艺术家来说 经历过这么多的坎坷 也许是一件好的事情 对对 因为最难的时候 我都挺过来了 接下来的路 我相信应该是 应该平坦一点 不会再有太大的波折 今天看到了一个 这样才华横溢的 尽管我们不肯面对现实 是一个 销售手机的一个小伙子 但是我们看到了 他另外一面 就是夜晚当中的 他激情四射的一面 非常棒 来三位评评老师 告诉我们这位选手 你晋级啦 晋级啦 恭喜恭喜 点击你的理想 不要被现实所摧拾 好吗 加油 一定要加油 谢谢 是今次总会发光的 我在梦想积极号 真看到了曙光 谢谢谢谢评委 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 记得我装来 装主装来风来 我不仅是卖手机的 我还是画家 我还是卖手 我叫周天 是来自酒开 芒卡乡的一名 好 谢谢 先评论 我也感谢 咱多 кам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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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舞殿那个地方 没有修国家桥吗 原来那个楼都拆了 原来在那宏开市干什么的 打惊的 打惊的 音乐能挣多少钱呢 那才一千亿 一千亿 老伴的身体有病 还不能干活 哎呀 这回更严重了 我还没找到活 老伴的家病情还加入了 对 我在大爷刚上台的时候 他选的这个曲子 以及他刚才 就是在拉奏的时候呢 他表现出来这种劲头 让我根本没想到 他的人生可能有 这么多的不如意 62了 拉二胡 这些都不稀奇 而今天最重要的是 你以这个状态 然后选择拉的是 潇洒走一回 还有一点特别重要 由于在他人生可能数学移转的 根本能一天 就是梦想 然后你是什么 回家给老伴打电话说什么 我刚刚说我今年又晋级了 又晋级了 一定把好消息告诉他 谢谢 谢谢大爷 恭喜 恭喜 恭喜晋级了 我叫王兴肯 今年42岁 来自东风县 因从小患早期的白内障 由于家庭经济原因 到十几岁的时候 才经过手术 效果没有恢复好 现在我的右眼 四季才达到0.03 现在国家是说 按照禅记证 是我评为二级的禅记 我从小就是酷爱音乐 以及术学逗唱 在我小的时候 那个年代 每家只有一个有限的广播 那时候只是广播里边 放一些的歌曲 我就能听几遍的 就可以小会 我从小就是说 我的眼睛不好 我妈妈怕我到学校里 人多受欺负 就说没有让我上学 一些数学的东西 都是他们经过 就是教我 小舅舅搞手指脚石 一扒了我就会了 语文是我 总听收音机 就是说 我总喜欢学习 我这些平时呢 就喜欢说话 而且这以后你非常喜欢 在一些公共场合 射调场合 就喜欢做诗 就是打钥诗 大家想听我 四季 都会有语文 这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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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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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这个闲菜大将 尽快地把载回来上 那这要是今天 灯还没亮起来 咱们就是没法晋级了 你不觉得遗憾吗 人生中遗憾的事吧 也很多 就因为不一定就这一句事 就是在一切里 事物上什么婚姻啊 工作啊事业啊 现在人家说 425我都达到85了 所以说很震撼 85怎么85啊 工人没板 农民没地 做生意没本钱 无房无车无存款 家里无家用电器 就是这就是无银照顾 够85 哎呦 你现在还是自己一个人的吗 对 还是担心 但七年逛棍节 说说多托广 我也没托广了 太传了 客观地说 在您的演唱当中 稍微有一点咬字的问题 然后在您的美剧的剧尾的时候 您的气息稍微显得有点仓促 这个可能您需要再改进一些 然后最最感动我的 就是从上台开始 王大哥一直带着的那种 谦和的笑容 他这个笑容 我觉得让他这个人 显得特别的帅 虽然今天我把你的灯灭了 然后你的人生可能 已经足够多的泪水和心酸 而我觉得无论今天和明天 只要我们心里有梦想 每一天都会是春天 既然你们不给我点的 我不能留下遗憾 因为我的课程是做诗 做诗 这么半天了 你是燕子 我还为你做首诗 对 说说夸我的 因为我就愿意去夸我的诗 说选秀栏目如海 梦想舞台不窄 所有优秀主持人 燕子最有风采 我就是没有灯啊 大哥 有灯我刷刷刷 绿灯全给你亮起来了 我知道这你说的不算 但是我说出来了没有遗憾 这噎的我的确说的不算 大哥其实我们说的也不算 但是我觉得今天这灯吧 如果是两盏红灯 我们对不起您这200块钱 做这身西装 那没办法 因为我这一生可能就是说 单身一世的 全让我结婚展示自己了 录像也录下来 留着吉利省的纪念 这是吉利省最大的舞台 这样大哥 我无怨无悔 大哥 您这身礼服 我们栏目组给您报了 那多谢了 谢谢广告上 谢谢栏目组们 谢谢大家了 顺你说的话了 我说的话绝对算数 那好 你放心 那好 你放心 放心了 给您报了 王大哥 我觉得生活当中 还有很多是您没尝试过的 除了音乐 您还应该应有爱情 大哥 刚才老王说的一点 我觉得很重要 家是哪儿的 吉林省东风县的 东风县的 现在住在大阳镇 大阳镇 什么村 长乐 长乐村 对 今天多大了 周税42 细税44 42了 刚才老王说的这个非常重要 我们又回到全神烈恋的这个范畴了 但是我必须要多说两句 如果电视机前有觉得大哥很可靠的 对大哥很感兴趣的 也可以跟我们栏目组联系 其实我们觉得实现梦想是重要的 来到这个舞台展示才艺是重要的 最最重要的是大哥要幸福的 好吗大哥 谢谢 谢谢你给我们带来的快乐 加油大哥 祝你幸福 加油大哥 好来 啊这个人就是娘 啊这个人就是妈 这个人给了我生命 给我一个家 啊不管你都多远 我乱你再感伤 我乱你再感伤 过来 乱你走到骨香边 回去一厢的疲惫 再绕过熟悉的岛田 调皮的海景 黄雪去山边 母亲有灯候在春前 晚归的雨符 满载着夕月 夕阳映照又黑的脸 我看见那故乡的炊烟 依然飘在眼前 我看见那故乡的炊烟 依然飘在天边 我看见那故乡的炊烟 依然飘在眼前 我看见那故乡的炊烟 你好 你好杨姐 我觉得我刚刚在台下听你唱歌的时候 我觉得你特别投入 因为这首《故乡的炊烟》 就是一首追忆童年的一首歌 因为小的时候跟爸爸妈妈在一起 现在回想起来特别特别的幸福 可能现在对我来讲的话 跟爸爸妈妈在一起吃个吃个饭 都是一件奢侈的事情 因为他们现在已经不在一起了 对我打击很大 今天来到这个舞台上 我不想要我自己的梦想了 只希望爸爸妈妈能回到一起 我只想要一个完整的家 我能够 我能够在一起 兄弟你是男人 是男人的话 请坚强一点 二雷 妈妈来了吗 妈妈来了 爸爸来了吗 爸爸没有 那妈妈来知道你 你的梦想吗 在这里 跟妈妈 事实上抱歉 我只说我来唱歌 妈妈并不知道我来 真正的目的 真正的梦想是什么 我们掌声 把她的妈妈请出来好吗 来 掌声有请 你好 子龙的妈妈 你好 刚才在台下听儿子说了这么多 是不是 特别的心痛 真感到很意外 我来的时候 真不知道说 儿子想说这么多 关于我们的事 但是我还是让儿子失望 其实 真的 我听 妈我想跟你说一声 真的 特别感谢你 做日子看见你们 不是单身的日子 真的特别难受 即使我现在过得再好 我能够明白子龙的这个心情 我能够明白子龙的这个心情 实际上 就是子龙非常担心爸爸妈妈 现在这样的现状 两个人都是过着单身的日子 然后又没有人照顾 也许我们有这样一个契机 让你和爸爸再走到一起 一家人在一起吃吃饭 再聚一聚 也许还会有这样的可能 因为现在你们两个人 还都在过着单身的日子 我可能会让儿子失望 大姐能给孩子 给儿子一点点的希望吗 给我们一点点的希望 有这种可能性吗 能给孩子给儿子一点点的希望吗 给我们一点点的希望 有这种可能性吗 有这种可能性吗 能给孩子给儿子一点点的希望吗 阿姨我觉得是这样 您觉得您儿子的梦想重要吗 我觉得儿子的梦想比什么都重要 您爱您的儿子吗 我非常爱我的儿子 好那这样 阿姨我今天 您能给我们留一丝希望 您能给我们 哪怕一个很微小的承诺 我可以考虑转换我的灯光 让您的儿子继续坚持您的梦想 相当于您成为了 他成功路上的这样一个推动器 可以吗 我希望我儿子 能实现他的梦想 我也 相信我的儿子 一定能够实现他的梦想 那您愿意做出这种尝试和努力吗 我 试试看 好 恭喜 谢谢 谢谢 谢谢三位老师 加油 小伙子 加油 加油 走龙 再见 谢谢 本今年表现的真的很棒 妈妈希望有能坚持下去 时间最能力降 妈妈永远支持你 本节目感谢名威整形冠名播出 感谢吉林省汽车租赁行业协会 感谢前缘酒店集团 长白山前缘宝石温泉度假酒店的大力支持 同时呢还要感谢吉林华通长安陵墓4S店为我们提供的陵墓天语作为我们的梦想大奖 你的梦想是什么呢 下周梦想集结号我们再见 大事有傻掉有梦是要 看不错呗 梦的翅膀 你们都听过狼叫吧 你这俩人的眼神 刚才那位大嫂子的眼神 我都怕的 你都怕的吗 你 是啊